阿里巴巴前董事局主席马云2016年在阿里巴巴集团云期大会上提出新零售一词 他认为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后没有电子商务只有新零售 未来甚至可能会有60到80%的零售属于新零售 而新零售是将线上销售与线下零售结合 并使用现代物流、AI、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技术 自从新零售第一次被公开提出 线上线下和物流的关系就密不可分 电商和实体通路的二分法已经走入历史 传统零售通路透过APP和社群培养更多粉丝 纯电商也开始转供实体通路 举一个你我都熟知的例子 线上零售业巨拨亚马逊借由新科技与新布局 改造了传统电商和零售业 不光经由收购全时超市拓展线下零售版图 Amazon Go更开启无人实体零售新境界 如果问你亚马逊这家公司在美国股市是归在哪一个类股 相信不少人应该会不假思索地回答科技类股 其实零售业它把这个人工智慧 大数据把这个感测器 其实运用的可能在工业里面都运用的还要更猛更深 那我们在很多零售业可以看到很多科技的运用 现在科技业跟零售业的界限好像也越来越模糊 我们看这个阿里巴巴在这个可能在他的仓库 在他的物流管理上 这个运用了多少科技在里面 那我们去看Amazon的这个无人商店 他用了多少感测器 他用了多少大数据的分析 那这个界限模糊也让这个零售业者 他因为要去应用这个来自四面八方挑战 那所以他的成本也不断的在这一方 零售业其实他跟过去往常不一样的 他不要再增加他的什么 他不要再增加他的门市 不是增加他的门店 这不是当务之急 他应该要去调整的是 他要增加多少预算在这个数位投资 数位行销上 他可能在收入其他产业里面可能被 比方说我是传统的零售业者 那我可能在科技的使用上不是这么熟悉 我就是透过毕业的结合 或者订购一些新创的团队 来增强我的这个数位行销实力 那另外交易程序也要去思考 是不是要去做一些变革 我们刚刚讲物流其实他做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的仓储也做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传统的业者他是不是能在仓储物流 我们供应业里面全部整合起来去做一个调整 让物整他会最快最有效率的一个送货 整合了物流与仓储大大缩短所谓最后一里路之后 新零售的运作就此高枕无忧了吗 传统的零售业总是被动等待消费者上门 即便已经虚实整合应用多种行销工具 也总是单向传递讯息 我们常见的所谓会员制 大多是提供一些折扣 在低品牌忠诚度的情况下 一旦有更低价的竞争者 就算是会员也会毫无悬念地离开 于是品牌会员化兴起 就是希望在大数据的支持下 整合全通路的服务力 除了更加认识消费者的行为 提供更好的体验 也就此养出一批死忠粉丝 根据统计 每一个人大概会有六个忠诚方案 比方说我们有几点 我们有累计行律 我们有收到一些 定期的一些宣传报道 有六个每个人也六个 但是65%的人用不到三个 所以其实这表示什么 其实很多的忠诚方案 业者投入了很多心力 但是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好像丢到大海里面去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说 我们如果有一些顾客忠诚方案的时候 我们跟人家的差异性是什么 我们忠诚方案是不是能够感动到我们的顾客 让他能够难以忘怀 然后改变他的消费行为 然后回过头来增加他的一个消费 所以忠诚方案我们建议有几个点可以去思考 第一个要推出个人化的忠诚奖励方案 我们的忠诚方案是不是也有一些产品组合 有一些组合来为我们的消费者 来做一个精心打造来设计 第一个创造社群意识体现品牌的一个精神 那我们很清楚知道像小米生态圈 它有所谓的米粉 那我们苹果有所谓的果物品 它的品牌忠诚度非常的强 那充分应用社群来增加互客忠诚度 那第三个提供品牌的一个品质保证 那这里面要强调就是 过去很多人受益者可能是把客户新骗进来 那透过一些这个比较便宜 或者是不实在的折扣 或者是不实在的折扣 但是这种受益率的感觉 据统计这个是客户最反感的 客户最反感 那加上刚刚讲社群媒体的力量 你只要有反感的话 不是只有我知道 是全世界很快在三秒钟之内都会知道 那所以我们现在要更重视这件事 比如是口证或者是你在忠诚方案里面 让客户有什么经验的地方 那刚刚不好的地方 它可以很快的传播出去 但是好的地方它也在社区里面去做分享 那再来是简化 奖励兑换机制与流程 那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过去为什么这个点数 我们很少去使用 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 第一个我们要去兑换不方便 第二个是我们即便兑换到那个东西 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 那所以怎么样设计出来一个便利的一个兑换机制 其实未来 也许我们可能透过区块链去做一个加密的一个生态系统 那这里面我们可能可以把点数都在这里面去做交换或者是售出 那它虽然说暂时离开你的圈子里面 但是至少你还是掌握这个消费者的一个行为 你还是可以作为分析 我们所有跟消费者接触的这个触点 其实都是我们的资产 这些消费者行为都会 都可以变成我们分析的一个数据 那所以这个未来 在这个兑换奖励的一个机制的设计上 可以再更开放一点 那另外提供与众不同的独家方案 还有这个基于消费者 这个都是要让消费者感觉到说 你是为我精心设计 你是为我精心打造 那我拿到那个消费者奖励的时候 我有一个经验的感觉 有经验的感觉 那我来增加我的一个客户的一个重诚度 消费者对于新予售的有大需求 消费者在中间 我们一定是消费者已经希望以客户为中心 他希望有更好的商品 对他有更好的了解跟更好的计划 要有更快速的物流 要有更高的性价比 要有更好的体验 那我第一步到底要做什么 我们都建议他说你先思考一下这个维度 你对客户到底都不够了解 你到底怎么接触客户 你跟客户的接触点是不是透过这些 你通过广告 你通过销售 你通过电商 你通过Email 你通过APP 你通过物联网 你通过社群 你通过论坛 你通过客户服务 这些东西在你公司里面是分开来的还是整合在一起 如果你是分开来的 你没有办法从一个面向面对你的客户 就去了解它 所以整个数据化整个消费里程都会包含 客户会员360的了解 基本资料 兴趣喜好 买过什么 退过什么 服务过什么 参加过什么活动 甚至在论坛社群里面讲过什么 你都可以收集 之后做忠诚度 做心感的忠诚度 管理 做多渠道的一个整合 把一个渠道整合在一起 千万不要发了一封Email给他 他告诉你不要再发 你检讯码就到了 这个没有整合 就惹闹的客户消费者 及时性的销售分析 摆会员来看这件事情 我的销售分析是看会员 我的会员买了什么 他喜欢什么 他可能会买什么 不是在看店的成长 跟商品的成长 这是以会员 或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一个思考 最后焦点再度回到阿里巴巴 如同全时超市之于亚马逊 彭马先生是阿里巴巴旗下 生鲜食品公司 主打用大数据 准确提供顾客所需商品 被视为新零售的代表 但过于迅速扩张的结果 就是导致门市服务品质下滑 品管不佳 更有数据显示 彭马先生去年平均 每家门市亏损587万人民币 现在甚至传出 一家位于苏州昆山的门市 将于5月底关店 不过专家认为 在现有的150间当中 关掉一间 不足以说明新零售退烧 只是新零售如何走得更健康更长久 仍需要时间观察 而台湾在百货餐饮 以及电商等产业 又是如何看待新零售呢 我们将分成三集详细为您介绍 感谢观看